1967年出生的三浦志郎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 却依然活跃在足球场上 随着年纪的不断增大 他的分明也急转直下 从不老穿起变成了足坛钉子虎 为老不尊 挤占年轻球员空间等等评价不绝于尔 其实三浦志郎早已淡出球队的大名单 本人也多次流露出离队的意愿 但是他所效力的恒兵FC却一次又一次强烈的要求延长合同 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局面 三浦志郎的职业生涯非常与众不同 不仅仅在日本读一份 放眼全世界也是非常少见的 受父亲影响 三浦志郎非常欣赏巴西足球 希望在巴西成为一名职业球员 1982年12月 还在念高一的三浦志郎从金刚学院辍学 独自一人套上了前往巴西的航班 一个足球弱国的年轻人背井离乡 前往竞争激烈的足球王国开启足球生涯 这是一条没有退路的路 三浦志郎赌上了他的人生 只因为我穿着球衣 就会迎来人们奇怪和嘲笑的眼神 看日本人都在踢球 三浦志郎回忆起 输到巴西的日子时依然感触良多 语言文化上的巨大隔阂 独自一人在异乡的寂寞 还有无处不在的偏见 这些困难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 也正是这个时期 三浦志郎开始用他惊人的勤奋和自律 慢慢改变了人们的偏见 也为自己在巴西足坛赢得了一席之地 在效力雅乌队时 球队主席保米罗是这么评价三浦志郎的 我从未见过如此热爱足球 全身心投入训练的人 没有任何夸张 他真的是全身心投入到了足球中 在圣保罗 帕尔梅拉斯等豪门 三浦志郎都留下了精彩瞬间 甚至被雅乌队所在的城市 受于荣誉市民的称号 他也被巴西球迷亲切地成为日本嘉林场 时间来到1990年 日本建立职业联赛的计划已经列上日程 三浦志郎终于决定回到家乡 为这段七年零七个月的冒险之旅 画上句号 出发时满腔热血 未来时功成名就 经过短暂的适应期 三浦志郎很快成为了日本足台的明星球员 跟随独卖俱乐部夺得最后两届日本足球连赛冠军 进入职业化时代后 又随队夺得前两届最连赛冠军 连续四年登顶日本足台 1993年 他成为了日本职业足球史上第一个最佳车员 而被载入史册 同一年 他又将亚洲足球先生的奖项收入囊中 同时 他也开始成为日本国家队的主力 以王牌球员的身份 帮助日本队夺得1992年亚洲杯冠军 整个职业生涯一共打进了55例国家队锦球 至今仍然是日本历史第二射手 随后他曾两度流洋 先后前往意大利和克罗地亚 都没能展望脚跟 但是凭借着联赛和国家队的经验发挥 足够三浦志郎在日本足球史上 占据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了 俱乐部生涯顺风顺水的三浦志郎 国家队生涯却充满了遗憾 1998年6月29日 大批球迷聚集在新东京国际机场 迎接结束世界杯之旅的日本国家队的到来 拥挤的人群中 突然有人向前分陈章二喝了水 而陈章二也没有辩解 只是低头默默离开 这些世界杯上 日本队在伊比昂输给亚买加后 以三战全败的战绩结束了世界杯首秀 球迷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三浦志郎在那届预选赛中打进了14类进球 31岁的他正处于黄金年龄 但是由于和教练的矛盾 他的最后时刻落选了世界杯大名单 而顶替他上场的陈章二在世界杯上碌碌无为 这是他第二次与世界杯擦肩而过 四年前的多哈 三浦志郎在同伊拉克的比赛中 打进了他那届预选赛的第13类进球 日本队却在商定普世阶段遭遇黑色三分钟 被伊拉克队逼平 最后时刻丢掉了世界杯名额 而到了2002年 日本队主帅特鲁西安城提议三浦志郎 以足球大使的身份出席本土举办的世界杯 但是已经35岁的三浦志郎 仍然渴望以球员的身份出战 最终再次无援世界杯 2005年 已经38岁的三浦志郎 在横冰FC会长小野斯·玉斯的邀请下 选择加盟这支最爱球队 谁曾想到 这却是另一段传奇的开始 在开启新的职业生涯之前 我们必须要了解他效力了整整16个年头的横冰FC 是一支什么样的球队 除了54岁的三浦志郎 你还能在上赛期的横冰FC看到 43岁的中村俊夫 42岁的南雄泰 36岁的一叶波亚燕 35岁的渡边千针 横冰FC的常规手法 平均年龄达到了31.9岁 相比实力 在球队看来 名气似乎更加重要 是什么因素 让他们选择了这样一条网红道路 作为日本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 横冰一直是日本足球重镇 1993年最练赛成立时 十支创始球队中 就有横冰水手和横冰飞翼 两支球队来自这座著名的港口城市 不过由于经营不善 再加上投资者撤资 横冰飞翼的拥有者全日空决定退出经营 让球队与同城死敌横冰水手合并 新球队依然叫横冰水手 只有在球队的全村中保留字母F 作为横冰飞翼存在的印记 这也让横冰飞翼的球迷如梗在祸 他们拒绝支持横冰水手 在一些死忠球迷的推动下 横冰FC成立 他也是日本第一家 由球迷拥有和经营的俱乐部 连背靠全日空的横冰飞翼都难以为继 更何况横冰FC 横冰所在的东京都市圈 球队非常密集 以上赛季最一联赛为例 总共有八支球队位于首都圈 联赛亚军 横冰水手是他们的同城死敌 联赛冠军穿起前分 距离横冰不过十几公里而已 可想而知 缺少资金支持的横冰FC 经营状况是多么惨淡 连续几个赛季都只能混集在这样的下半区 2005年 横冰FC一主 球队的新东家叫LEOC 他们的主营业务是学校 医院和公司的食堂 和同城死敌横冰水手背后的日常汽车相比 这家公司的财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依然没人看好这支球队的未来 不过刚刚少人的会长 小野斯·玉斯 由他独特的经营知道 球队的第一个大手笔签约 就是38岁的三浦志良 三浦志良的到来 为球队带来了什么 曾经长时间追踪报道 横冰FC的撰稿人 二本木昭 对此感触最为深刻 在此之前 横冰FC的发布会 往往只有三到四名记者到场 但是在三浦志良加门球队后 还没等到他入座 50多名记者就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现场观众人数也翻了整整一倍 我不是横冰FC的粉丝 我和我的朋友去现场 就是为了看三浦志良 我可能看不到他的进球 和标志性的舞蹈 但能看到一个如此年纪的前锋 还在拼命的防守 就足够让我着迷了 有这样想法的球迷 并不在少数 三浦志良成为了球迷 来到现场最大的理由 有了球迷和曝光 自然不会缺赞助商 在三浦志良加门球队后 海冰FC才终于从一支市民球队 向真正的职业球队转变 第二年 他们更是夺得G20赛冠军 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 日本顶级连赛的舞台上 尽管在球场上 很难给球队做什么贡献 但是不夸张的说 三浦志良几乎是一己之力 扛起了整个球队 就这样 三浦志良和球队的命运 被紧紧的绑在了一起 就像坐上了一趟 无法停下的列车 竞技能力反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2017年3月12日 在通群马的联赛中 三浦志良捕射破门 以50岁零14天的年纪 打破了马修斯的记录 成为吉吉斯认证的 年纪最大的 在职业联赛中取得进球的队员 随着年龄的增长 在不断刷新的记录背后 负面消息也渐渐出现在媒体上 高薪低能 疑劳卖劳 极占年轻球员空间 等等字眼充斥在各种报道中 事实真的如此吗 1998年 31岁的三浦志良正值巅峰 他的年薪也高达2.6亿日元 2005年 转会横兵FC的第一年 他的年薪仅为2000万日元 此后 他的年薪略有波动 但却一直没有超过4000万日元 和巅峰相去甚远 甚至在球队内 门战六番勇志和几名外援的薪水 都要高于他 如果对比整个这连赛 那么三浦志良的薪水 就显得性价比极高了 40岁才退役的中村县刚 在他最后一个赛季中 薪水高达1.2亿日元 超过40岁的远层宝人 薪水同样超过了1亿日元 即使如此 三浦志良的薪水 大头也来自赞助商 俱乐部只需要负担很少一部分 挤占年轻球员空间更是无稽之谈 最近几个赛季 三浦志良连出现在替补骑上的次数 都屈指可数 一个连大名单都进不去的球员 能挤占多少空间 更何况对于年轻球员来说 这样殿堂级的球员 在训练场上依然一丝不苟的训练 对于他们的影响是非常正面的 就在几天前的2月18日 德甲法兰克福宣布与长谷布城续约 这位38岁的老将将在下赛季 继续闪耀舞打联赛 三浦志良让我接触真正的职业 对长谷布城影响最大的球员 正是三浦志良 曾经年轻的长谷布城 在三浦志良的基地下成长 如今更多的年轻人 以长谷布城为目标前进 这就是偶像的力量 而三浦志良上一次刷屏中国媒体 可能还是2020年的一场日本联赛杯 难得登场一期的三浦志良 在比赛中非常了中国球员王家南 让他在中国球迷中的分屏急转直下 很多人把王家南受伤下场 甚至流氧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三浦志良 这期糟糕的飞产没有吃牌的确令人伤怯 但是这次铲球发生在开场第16秒 而王家南直到比赛第36分钟才阴伤下场 王家南的经纪人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 揭示了受伤的原因 在禁区内防守时 与对方球员对角导致韧带受伤 而王家南本人对于三浦志良的评价 也依然是非常正面的 今年冬创 三浦志良终于离开了韩平FC 但他却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 选择加入日本第四级别联赛的半级业球队 林路得分者 这次他或许可以为自己而踢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lgunc change pleas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你 Нр sizerek